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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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陸講 我現在人在福島的 IWAKI車站 給大家看一下 哇~~ 那這一次呢 是我一個人要帶大家到福島 兩天一夜 那今天第一天 是在IWAKI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來到IWAKI 所以超期待的 那這次的行程呢 好像非常的豐富 還有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帶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第一站呢 我們來到的是 Kamaboko工房 那我們要在這裡呢 做竹輪 還有做Kamaboko Art 為什麼要特別來做這個 就是因為文當 他真的非常愛吃竹輪 我當然要去了解一下 文當愛吃的東西 然後自己做做看 這裡還有其他人做的作品 除了皮卡丘之外呢 還有小小兵 他們真的太有創意了 好那現在我們在正式開始做之前呢 要先換衣服 現在已經換上他們的圍裙 那首先我們要把這個魚漿抹平 把這個模型全部填得滿滿的 剛才看老師好像很輕鬆一樣 不知道我自己有沒有辦法成功 哇 好像花櫃喔 老實說這個一開始呢 那個力氣要滿夠的 才可以把它完全壓平 接下來呢 我們要在魚漿上面 用這四塊不同的顏色畫畫 這個體驗教室這裡有提供範例 有很多很可愛的圖案 我的阿托完成了 老實說其實它還滿好畫的 至少比做蛋糕還要簡單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今天的重頭戲竹輪 那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先把它壓平 他說這個難度比剛才那個還要難一些些 老師現在在幫我補救 因為我做得太裡裡叉叉了 現在呢我們做完的竹輪已經要拿來烤了 那烤的話差不多要花30分鐘 烤完就可以直接現場吃了 大家看它這個竹輪 好可愛喔 原來我們平常吃的竹輪是這樣子烤出來的 做這個竹輪真的不簡單 但以後文當吃的時候要叫他抱著更感謝的心情 好好的品嘗 沒根竹輪 不要每次這樣一吃就整根吃掉 做這個竹輪超難的耶 文當你看到了嗎 我們的竹輪烤好了 好香喔 文當已經超羨慕 他那麼愛吃竹輪 不好意思文當吃就我自己一個人享用 它雖然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就很有那個手作的感覺 很好吃耶 然後甜甜的 大家來一插的話可以體驗看看 那下一站我們來到的是LALAMU 它這裡呢是福島的新鮮魚市場 那它裡面有很多餐廳還可以購買土產 算是IWAKI這裡還蠻有名的一個關於水產的綜合設施 大家看裡面賣了滿滿的海鮮 它很多魚類 你好 初めまして この施設はですね こういった海産物 福島の名産品 お菓子や肌を売っているテーマパーク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地元の方もですね 特にこのお魚を求めて 家庭で食べられる食材を探してこられますし そ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は 岩木をぎゅっとっていうね 岩木のいいものが全てここにありますよっていう意味で 今直接的なハグはできませんけど 心のハグで 皆さんもですね お迎えしたいと思って これを使っています 是非お待ちください 那今天呢 我們的午餐要來吃這一家 フェニックス 那這家餐廳蠻特別的是 他們可以邊吃飯的時候 可以邊看整個海景 那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這一個 小明冰凍 那他說今天的海鮮呢 總共有14種很期待 現在我已經坐在餐廳裡面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後面的海景有多漂亮 可以邊吃海鮮邊看海 真的太享受太幸福了 這個是我們的小明冰凍 大家看這個海鮮凍有多澎湃 有蝦子跟海膽 鮪魚蛋 還有薩蒙 還有飛魚卵跟鮭魚卵 這個一定超好吃 然後我們還另外點了一個 スペシャル定食 這個也很厲害 它這個只有炸物 然後也有生魚片 如果你兩個都想要吃的話 可以點這個スペシャル御扇 那我馬上來吃吃看他們這個海鮮丼飯 很厲害 大家看他們這個海膽給的分量 給到這麼多 從我最愛的蝦子開始 いただきます 超甜 超好吃 真的是覺得這個海鮮真的是世界最強 海膽最關鍵的喔 吃海膽就知道這個地方的海鮮新不新鮮 跟大家說 這個海膽完全沒有腥味 很好吃 海膽品質很高耶 超級好吃 大推這個海膽 正貴是名產 實至名歸 超好吃 這個海鮮丼 我覺得又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吃 而且以他們這個價錢來說 算是非常的划算 是力氣很高 因為裡面總共有14種海鮮 而且真的是拜託這個 海膽品質太高了 因為很少吃到這種完全沒有腥味 很甜的海膽 真的認真好吃耶 反正看它這麼大一個 我都吃不完 可是太好吃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吃完午餐 來到土產店了 我看到他們土產這裡有個很特別 給大家看 竟然有福島產桃子牛奶的洋芋片 好可愛 而且它是福島限定販賣 其他地方都買不到喔 馬上就買了一個回去跟文當一起吃 這兩天我們行動都是要坐計程車 這裡還有很可愛海豚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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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我的溫泉旅館的房間 現在我在這個地方呢 是洗面台 其實整個房間還蠻大的 那我現在來到玄關 給大家去看一下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長得這麼大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住喔 那他們現在中間有一個桌子 這個桌子在我去吃飯的時候呢 會收起來 會幫我鋪成床 是非常傳統的日式旅館 好 現在呢 我們要去準備吃晚餐 他們的晚餐呢 也是在一間客室裡面 還蠻特別的 我們一坐到位置 桌上已經擺滿了很多餐點 哇 大家看這個海鮮 最喜歡吃蝦子 好期待喔 這裡是角煮餅 哇 角煮 這是泡泡鍋 這裡是牡蠣、鮭、鮭、牡蠣、牡蠣 包麵焼 接下來吃飯干貝 好甜喔 我真的覺得日本的海鮮 真的是很沾 大家看這個蝦子有多大 你們看 好甜喔 超好吃耶 怎麼辦 太幸福了 這一次來一直在吃 滿意外的 如果講到海鮮的話 大家應該是覺得 北海道應該最好吃吧 可是跟大家說真的沒有 日本有很多地方的壽司 都完全不輸給北海道 像我今天中午吃了海鮮 但我就覺得它的品質真的太高了 哇 跟大家說這個布里也超好吃的 很富含油脂 可是吃起來不會油膩 然後非常的軟嫩 這個好吃 然後大家看旁邊還有這個蘿蔔 我也很喜歡吃這種蘿蔔 非常的入味 來日本啊 大家如果吃什麼關東煮啊 吃這種燉煮的東西 一定要點蘿蔔 嗨 大家 我現在已經吃完飯 回到房間了 那回到房間了 果然床就鋪好了給你們看 很安 超舒服的一人床 感覺今天晚上可以睡個好覺 那就跟大家說晚安 明天見 掰掰 大家早安 現在是第二天的早上 那剛才我已經去吃完早餐了 今天整天的行程呢 我們要去番茄園還有草莓園 都算是這裡還蠻知名的景點 我最期待草莓園 因為今天就有吃過這家草莓園禮盒 他們的草莓酒 還有他們各種品種的草莓都非常好吃 這次終於可以實際上面看一下了 也要跟這個溫泉旅館道別 捨不得 真的希望疫情可以快點結束 大家可以趕快來到日本旅遊 然後來駐遍日本的溫泉旅館 我剛才坐在那裡整理照片 那我們就下個地方見囉 今天的第一站我們來到的是 Wonder Farmer 他們這裡可以體驗採番茄 哇 他們這個採番茄體驗的門口 超可愛的 好適合拍照喔 那大家看到的這邊呢 全部都是採番茄體驗的番茄園 那現在我們進到番茄園區 大家看到的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種類的番茄 那每個番茄都有自己的特色跟口感 他剛才說這一款Flagard是最有人氣的 因為它的酸味比較少 比較多是番茄的甜味 我找到很紅的番茄 他們說番茄跟草莓一樣 也是越紅的話 那水分就會越多越甜 喔 欸 很好拔欸 好可愛喔 小小一顆的 那這家Wonder Farmer 他們提供了採番茄的小袋子 也很可愛 那他們裝的這個袋子呢 可以完全裝滿 上面是不用封起來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採 才要開心 GOD 大家看這番茄好像葡萄 怎麼這麼可愛 好像聖香葡萄 大家看就是我採到的番茄 超級可愛 我每個品種呢幾乎都有採到一顆 而且他們這裡是不用洗 就可以直接吃喔 大家可以邊採邊想口服 我來吃吃看 好juicy 好好吃喔 它吃起來完全不酸欸 哇 好壯觀 大家看這個藍天白雲配這個大番茄 這一定要採點拍照 今天的午餐呢 是在Wonder Farm他們裡面還有一家餐廳 那這家餐廳呢 他們也是以番茄為主的料理 大家看他們整個餐廳裡面好時尚好漂亮 而且椅子也很有色系感 是藍色的 前菜呢是他們這裡的新鮮番茄還有蔬菜 那這些蔬菜呢是要搭配他們這裡 有加熱的大蒜醬 前菜居然還有兩樣 我的天啊 它看起來一咬下去真的怎麼爆汁 然後搭配它的大蒜奶油醬 非常的好吃 大推 這次來福島就是瘋狂的吃欸 這次來福島就是瘋狂的吃欸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浪江町的Michino Aki 那這個Michino Aki呢 他們是賣很多浪江町他們這裡的知名名產 然後除了名產之外呢還有餐廳還有賣個小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遊玩設施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路過可以來看一下 這裡竟然有不拉魚雙麒麟 上面還有蔥來做點綴 他們說這意外其實蠻好吃的喔 大家看這個蔬菜超可愛 這裡都寫他們種植者的名字還有四言會 看到這種就可以感覺到他們農家 對他們自己種的蔬菜滿滿的愛 那大家如果來這裡有太多好吃的東西 不知道怎麼買的話呢 他們這裡有提供人氣商品前10名的排名 大家可以按照這個購買 那當然他們這裡最推薦的就是這個浪江炒麵 這個地方呢他們炒麵使用的麵呢 是跟一般的日本炒麵不一樣 是像烏龍麵一樣的粗麵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呢可以買買看帶回去 那他們這裡呢也有很有名的盛代 是排行在東北第二名喔 這個Michino Aki滿特別的 就是他們這裡面還有專門一個酒罩 這個酒罩不是可以直接進去參觀 當然可以直接從外面看他們做酒的過程 然後這裡還有賣很多日本酒跟清酒 大家看他內部的環境大概是長得像這樣子的感覺 像這樣有提供各種不同品牌的日本酒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這裡好好享受 每一瓶酒他們喝起來的辛辣度 還有口感的不同 那有酒的地方當然就有下酒菜 他們這裡還有非常多下酒菜的種類 如果是文當看到他應該要瘋掉 我們文當就很喜歡家裡小酌 然後吃這些小東西 那跟大家說如果大家喜歡寶可夢的話 千萬要來這裡 他們這個是一個新有的極力蛋公園 裡面的設施非常的可愛 大家看這溜滑梯還是大蛇怪的 拜託各位玩家一定要來這裡採點 這太特別 太可愛了 道路的環境是五感和成長的概念 這將會成為五感和成長的概念 這將會成為成長的道路的環境 也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 好 那現在我們來到下一站 終於可以來到現場了 終於可以來到現場了 我找到一個超紅的草莓 就是你了 哇 那個品種叫做甘え久保 剛才已經先吃了 就很甜很好吃 先來吃看沾麵乳的版本 好甜 這兩天福島 我真的是會肥死 我應該已經肥五公斤了 但是呢 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還是要一直吃一直吃到爆 每次來菜草莓都會這樣 我都會不小心吃太多 可是真的好好吃 這裡總共有非常多區塊 那每個區塊呢 裡面都是不同品種的草莓 他們這裡呢總共有14種品種 所以大家就可以都吃吃看 又找到一坨寶藏 哇 天哪 這一坨還沒有被大家發現 我趕快來吃一個 你看 這麼紅的草莓 上面有白白的煉乳 真的好甜喔 這是剛才老師摘給我的 裡面超紅耶 超好吃 真不愧是美味 那現在我們進到直賣所了 它直賣所裡面呢 有賣很多他們草莓相關的土產 還有周邊商品 那這裡呢一進來就有他們的 草莓2022年總選舉 那因為剛才有14個品種 那大家如果都吃完的話呢 就可以來投票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品種 這個草莓果乾也很好吃 之前有吃過 登登 這裡還有草莓啤酒 這一次呢我們有拿一罐草莓啤酒回家 我來跟文當一起喝 剛才大家 那我現在已經從福島回來了 我之前也有因為其他採訪去過福島幾次 那吃過福島非常多好吃的商品 像這次最後去的草莓園 大概已經吃到第三四次了 終於可以實際去草莓園見到那個負責人 其實內心真的是充滿了澎湃 今天比較有印象的都是農產 但是這一次其實最讓我驚訝的就是 海鮮 尤其是那個海膽 真的很好吃 非常的甜 有打開我的新世界 不知道大家看影片最想吃哪一個 他們也有很多非常特色的圖產 我這次也有買回來一些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台灣已經正式宣布會放荒舞蹈等 五線的食品管制措施 那也代表台灣大家以後也有機會 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農林水產品 那歡迎大家來跟我分享你們的心得 如果有你們覺得好吃的東西 請推薦給我 我也要去試試看 好那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